各位伙伴大家星期二早安 好 那么今天老师早上一大早呢 就坐车到这个台南去授课 所以眼尖的同学呢 会看到老师今天穿着打扮跟昨天是一样的 因为我昨天呢 就是录完这个早上直播之后呢 就赶着录的今天早上这个直播 好 那么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好 我们跟快的很快的切入主题咯 好 来 各位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最近做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劲 那感觉人生好像总是徒劳无功 或是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迎头赶上别人 因为起点实在输别人太多了 这个我们不是含着金汤匙出声了 那到底要该怎么来调试自己 让自己把这个能量力量可以恢复 让自己可以继续怎么样往前进呢 好 那我想今天呢就来这个分享这样子一个 我们讲说这样的一个问题 老师是从什么样的方式来解读 然后有什么样的切入点 好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各位 其实我常常在课程当中分享 人生最大的压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好 各位 当你感受到压力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 但是最终 最让你怎么样 没有办法接受也好 或者是觉得很痛苦的 其实就是这两个字 叫做无奈 好 那我们再精准一点的说法呢 其实就是无能为力 好 各位 这个无能为力呢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你的无能为力 可是你又心有怎么样 不敢 所以我们常说心有余儿怎么样 力不足 那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呢 好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为什么会无能为力呢 从这四个字呢 老师提炼出三个关键 好 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无能 好 那这个能呢 其实呢 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你的能量 也就是你的状态 也就是说 各位有可能是你的 像老师这一两个礼拜 因为这个身体的不舒服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状态能量 总是不是很好的 那当然呢 就会看待很多事情怎么样 就会觉得比较悲观 看待很多事情呢 就会觉得 好像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好 所以这是你的这个所谓的 身体的状态能量的关系 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 但是你总要先理清 其实呢 你的问题点在于 可能是状态不对 好 简单说呢 其实呢 也可以说就是你当下的情绪不对 那当然这个情绪呢 到底是心理影响生理 还是生理影响心理 它当然都有可能 好 那第二个呢 无能为力呢 我们可以猜得出来 第二个就叫做无为 那这个无为的为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里的为呢 讲的是成果 也就是你看不到成果 那你看不到成果 就会觉得怎么样 没有希望 好 于是怎么样 你如果觉得没有希望 你当然不会想要有任何的作为 就是我们刚刚讲 你会觉得反正都是徒劳无功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你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声音 在脑海里出现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有没有 好 各位 你总是想要找到成功的方法 可是你知道吗 问题并不在于成功的方法是什么 因为成功的某种程度呢 每一个人定义不一样 那么至少你可以这样想好了 各位 这个成功其实就是所谓的终点 可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决定 到底终点是什么 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走到终点 但是呢 各位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不是想要找到成功的方法 好 你想要找到的是 让自己持续成长的方法 你就会发现到 整个人豁然开朗 所以呢 关键不在于成功 而是否是在于能够有持续的成长 好 这就是我们在这原子习惯里面 这个概念 就是你要找到的是一个系统 让你进步 就好像你每天早上 看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直播 各位 其实我们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时候 你会突然 哇 有一个这个 灵机一动 然后改变你的任何的想法 然后甚至改变你的人生 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总是觉得 每一天早上有一点东西进来 有点东西进来 有点东西进来 你不断在持续的成长 各位 你就会发现到 你的思维开始跟别人会不太一样 你看到事情的角度会不太一样 这个东西都是慢慢潜移默化的 当然这也是教育真正的核心价值 好 所以呢 从无能无为 第三个 那大概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无力 好 那这个粒子的是什么呢 好 其实这个粒子的是效果 好 各位 成果是什么 成果是我们最终看到的那个东西 但是效果是这个过程当中的 好 我们在这个物理学里面 我们讲说粒呢 会有两种效果 移动跟这个转动 那它的关键点都在于什么 除了要有粒的本身存在以外 好 其实最主要关键点 你还要有失利点 好 我们今天不来谈这个粒的大小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能力不足的话 反而怎么样 各位反而好处理 各位能力不足 你就会知道自己怎么样 要去进修 要去学习 可是最烦的是什么 是你找不到那个失利点 好 各位 你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使上粒 即便你有粒 都有心难使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各位 好 因为很多的人都是怎么样 都是以阴为国的 来 什么叫以阴为国 各位 你说老师不对吧 我们不是成语说是什么 导国为阴吗 那为什么说是叫以阴为国呢 其实 阴是结束 我才是开始 各位 这什么意思呢 好 来 很多人总是把终点设定在找到的原因以后 什么意思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 好 你这个去跟老师求助 那老师告诉你说 你今天会这样子 那是因为你当初怎样怎样 你可能恍然大呼 对 原来原因在这里 可是注意听关键 这一句话完了之后 各位 它不应该是终点才对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找出原因 其实那就结束了 大多数人都是如此 所以有的时候原因是什么 根本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直想办法要去找到原因 是很可惜的 那么 其实关键在哪里呢 来 请问被拒绝了可不可以是开始 各位 考察了可不可以是开始 被老板fire了可不可以是开始 所以其实结果就是下一个开始 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让你真正感到无力感的三个主因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 我们人呢 会有一些状况 第一个叫什么 叫做持续性 来什么叫持续性 就是觉得事情不会有终点 它会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你会觉得 这个不好的事情 它会一直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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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延伸 好 第二个是 各位 好 来 全面性 来什么叫全面性 就是你会发现到 很多时候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 它会不断的扩展到其他的部分去 好 所以你会发现到 也许它只是一个局部的这个结果 可是你却会认为它会影响到全面的 那么 好 觉得它就会怎么样 变得不可收拾 好 最后一个叫做固着性 好 固着性 各位这是最可怕的 其实就是我们常俗称的固定型心态 就是我们认为 好 事情是无法改变的 当然这无法改变的 不见得是错的 举例 因为你把焦点放在过去 当然是无法改变 所以你把焦点放在原因 当然是无法改变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你使不上力的原因 是因为你切入的角度 看的点是什么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固着的心态的人 他们想的事情都没有错 各位 甚至呢 你认为一件事会持续下去 也不见得是错的 你认为这件事情会扩展到全面性 也不见得是错的 但是换句话说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 你以为只有这种可能 那么你就会觉得无力可施 好 你就会觉得怎么样 产生无力感 好 所以各位 今天老师要跟你分享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真的感受到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我们真的觉得很多的困难 然后无法解决的话 其实依序要克服的 依旧是这三件事情 好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好 就是心情 是的 你一定要先怎么样 先处理你的心情 让自己拥有解决问题的能量 所以呢 各位 如果你的身体状态不行的时候 各位 你还是要稍作休息一下 你还是要怎么样 去做一些让自己先开心的事情 你还是怎么样 可以先暂停手边的工作 好 第二个叫做什么 解析 好 所以呢 我们要看到成果的关键点 就是我们要找出关键 全面的分析问题 重新定义处境 然后找出关键 你才有办法看到所谓的希望 好 第三个呢 各位 就是开始 好 所以呢 你要记住 不是结束 而是结果 先展开不同的局面吧 这个展开不同的局面的意思就是 很多事情 请你先试试看 请你怎么样 先开个头之后 各位 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可能性 没有人知道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们常讲 选择就是一种触发点 一种触发新的局面 各位 人生要展开新的局面 其实是很容易的 但是要取得巨大的成果 各位 是很困难的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把开始变得更容易一点点才对 好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时候呢 好 今天老师的每日力量消遇想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呢 好 能不能走到终点 不是你能决定的 还有很多的变数 有外在条件 有其他人在里面 好 各位 但是你一直都能决定是否重新开始 我讲的重新开始 并不是要你这个 把这个过往洗掉 把这个一切归零 重新开始跟归零这个概念呢 其实并不是一样的 重新开始呢 其实是一种调整 各位 一种你希望这个局面有不一样的怎么样 有应该说有新的局面出现 好 所以呢 老师也要鼓励大家 当我们感觉到无力感的时候 也许它正好就是要你开始转变的时刻 各位 而转变 最后终将有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想跟你分享的 好 希望每天早上的短短的直播呢 都能够给你一些力量 好 让你去面对今天每一个问题挑战跟机会 OK 好 谢谢大家 大家早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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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